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天氣呢開始要有所轉變了 今天白天的時候呢天氣還不錯但是到了午後之後 在北部呢開始有一些封面前緣的雲系 開始有點盤踞喔 所以有些地方有些零星的飄雨 在中部以北新竹以北的區域 那事實上各位來看這個是現在的這個天氣圖 這個是流線然後封面的位置呢在這個 長江流域事實上昨天來說的話還在黃河流域 今天就已經到長江流域 明天早上呢就會到台灣的這個北部 今天來說的話這個是前緣的水氣現在還吹的偏南風 所以還是蠻暖的齁 所以今天晚上的這個天氣開始你會覺得有點 不大舒服那個感覺有點悶熱感這時候在因為在這前緣來說的話 他們南風會特別的一個強 那預計呢明天早上大概從 八九點的時候這個封面的前緣主要的結構 就會接近到台灣的北部 所以明天各位一醒來 應該就會感覺到天氣開始轉變了 那最晚大概八九點的時候 北部呢就會陸陸續續開始有一些這個雨勢會發展起來 那這個雨勢呢慢慢慢慢 從北 一直到這個傍晚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全台灣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現在的冷空氣 在這個 長江流域 封面的位置在長江流域 然後一步一步一步的下來 明天早上的時候是在影響台灣北部 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就到了台灣南部了 所以這一步一步的節奏型的 往南的這個影響 那這一次呢除了轉為濕冷有水氣之外 還會最低溫後面的冷氣團 現在來看的話各位來看這個冷空氣最強的時候呢 應該在禮拜五的清晨的這個時候 也就是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清晨是這波冷空氣最強的時候 請大家要留意 目前來看的話我們預期 可能空曠地區可能最低溫可能會到 10到12度 每個地方不大一樣 請大家多留意 我指的是空曠的一個區域 那今天來說的話這個雨呢 我剛才說的零星的雨就在這個台灣的這個西北部 還有北部的一個區域 那東半部有一吹的偏東風 有一點短暫局部零星的雨勢 那各位來看這整個 封面的位置 其實就慢慢慢慢的往南 隨著這個冷高壓明顯的南下 所以預期呢明天其實早上開始到晚上 就會受到這個冷高壓的影響 還有封面的位置的影響 那這個預期呢這個高壓會 台灣 支來留在中國的東岸 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這個附近的游水器的時候 會至少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但是在斷斷續續的啦 不是說 連續一個禮拜每天都是受到一個系統影響 是有系統接續 當然也有一些空檔期 所以請大家呢如果你還想要有個好天氣 恐怕是比較難了 沒有像前幾天那麼的好了 要明顯回溫可能要等到一個禮拜以後 所以請大家要有些心理準備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大概全台灣 都有機會有雨勢 當然北部是最有的 中部的山區也會下雨喔 各位注意看 北部還有中部的山區 這次的封面結構有機會到中部 禮拜三禮拜四然後禮拜五禮拜六都可能會下雨 當然啦 南部還是偶有一些短暗線的震雨 以中部以北會比較明顯 風的部分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幾天吹的偏南風 接下來明天早上就開始轉變 這個冷空氣就開始南下 一下子到了晚上的時候到明天的時候 整個就東北風又回到冬天的感覺了 跟這幾天吹南風是完全不一樣的 預期會有一段時間 然後呢這個這一波慢慢過去之後很快的又有下一波會在影響 所以這個可能就會一直持續到下個禮拜的時間 請大家 要多做準備 各位來看這個是3月14號都是一樣的一個影響 15號都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未來這幾天天氣就改變了 明天來說的話就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白天的時候還好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就很大的一個改變 接下來就往下拉了 各位來看這個是台北都會的溫度是3度 17度其實未來的其實慢慢慢慢在 就是維持這樣一個低檔盤旋的溫度 南部的溫度也是相對的也比較低請大家多留意的 15到21度相對的就比較不舒服請大家要留意的 當然南部來說的話下雨的時間還是以禮拜四禮拜五為主 大多時間是屬於陰天的情況比較多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封面前緣水氣增多 明天早上封面雲氣開始爆到轉圍猶雨的天氣 溫度逐漸下滑轉為濕冷預期會至少一周的時間 低溫可能下看10到12度請大家留意最近的變化 特別是10到12度對很多年長者或是說 體質比較敏感的人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請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體健康 低溫度 高評價